花蓮第一座全失智型的小规模多技能服务中心 叫做林良堂米輪 它在美輪地區已經啟用了 每天可以提供48位長者 還有3床的臨時住宿服務 連結社區在地資源 打造友善的失智社區生活圈 要讓失智長輩和家屬 可以獲得更完善的照顧 花蓮縣第一座全失智型 林良堂米輪小規模多技能服务中心 在美輪地區啟用 每天可以提供48位長者 及3床臨時住宿的服務 連結社區在地資源 打造友善失智社區生活圈 最重要我想就是說 環境的和諧 這是第一個 那麼第二個就是 使用單的考量 他們的特性等等 所以在這裡可以看見 不僅是一個算結合了美觀 那也實用 然後再來是一個安全的考量 很重要的我想 還有一個不失就是家的感覺 因為家是最起初的一個社會單元 所以人在家的氛圍裡面會感覺到有安全 那再來我覺得提供一個就是讓他們被照顧跟生活一個比較安全舒適跟熟悉的空間 林涼堂米輪小規模 多技能服務中心是陳豬台肥廠前置土地來全新興建 依據照顧理念規劃了四個小家空間 依照失智者的特性提供個別化照顧計劃 讓失智者在規律、穩定、安全的環境當中可以參與日間活動 同時連結戶外花園 設置了園藝和綠化功能 讓失智者室內外自在空間中都可以混得安穩 林涼堂米輪小規模多技能服務中心的設置 希望可以讓失智長輩和家屬都獲得更完善的照顧 借旅會歡視報導